各位同学 大家好 接下来我们学习第四节 证券投资管理 这一节是介绍如下的三个指点 第一个指点 证券投资的概售 第二指点 债券投资 第三个指点 股销投资 我们的重点 在第二个指点和第三个指点 我们研究的对象 一 公司债券 二 股销 这个股销有普通股 有优先股 好 首先我们来学习第一个指点 关于证券投资的概售 这个指点 一颗心 简单了解 都是一些基本概念 在这个指点 我们谈计了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证券资产的特点 第二个问题 证券投资的目的 第三个问题 证券投资的风险 我们的重点 在证券投资的风险 涉及到风险的分门别类 要有所关注 好 首先我们看看第一个问题 关于证券资产的特点 那么对于证券资产的特点 一二三四五 好 五个特点 前面这个部分呢 要把它记住 涉及到后面的几事 课堂上我一说 就可以了 第一个特点 价值的虚拟性 比如说 我现在手中有一只股销 价值呢 是十元钱 我手中的这只笔 价值一一四十元钱 好了 这次和两个不同的资产来讲 它的价值的体现 那自然是不一样的 我手中的这只笔 可以用来进行 进行相应的工作 是吧 可以版书 可以写这 但是我手中的这只股销 请问 我可以用它来干嘛呀 至少说 从工作的角度 实际使用的角度 它没有任何价值 但是它又值十块钱 为啥呢 因为这个股票啊 它有权利 我拥有这个股票 就拥有 未来获得公司 鼓励的权利 就拥有 可以把股票 予以变卖的权利 基于此 对于股票来说 会带给投资人 未来的现金流量 它的价值的体现 是未来现金流量的 一个限制之和 这样的资本化的价值 这是它价值的虚拟性 所以 证券资产的价值 取约于契约型权利 所带来的 未来现金流量 好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可分割性 咱们这个公司债券 是一份一份又一份 咱这个股项 是一股一股又一股啊 所以 对于证券资产 是可以分割为 每一个最小的投资单位 接下来 持有目的的多元性 对于证券资产来讲 就投资人而言 它有如下的三个目的 第一个 为未来变现 第二个 为了获得资本利得 第三个 为了控制其他企业 好 首先我们看一下第一个 为未来变现 比如说一个企业 现在呢 它有短期资金 十万块钱 短期资金 十万块钱 放在银行啊 这个利率太低 放在保险规里面 连利息都没有 那这十万块钱 我们可能随时 要用到 随时需要有变现 那怎么办呢 怎么办 反正买股票呗 就把它买股票 那么现在持有这个股票 那也是 未来需要钱 我们可以及时的预计变现 好了 这是第一个目的 好 为啥这十万块钱 不买固定资产呢 因为固定资产 那个变现实在是太麻烦 买着这样的有价证券 什么时候需要现金 什么时候就可以变现 这是第一个 那么第二个 为了获得资本利得 这是很多同学买股票 基本目的 我们买股票 主要的目的干嘛呀 主要的目的 是为了赚钱呢 你买股票 是为了赚钱 我买股票 也是为了赚钱 咱们可以大方的说出来 那么赚钱 就有两种可能性 第一个呢 那是发股利 我们国家的公司 这个股利 发的少之又少啊 我们国家的上市公司 都是一些铁公鸡 那么第二个 我们很看重 那是买卖的价差呀 我十块钱买 希望明天来个涨停板 十一 后天再来个涨停板 那十二块一 一时涨停板 那是最好 是吧 我们希望获得 买卖这两者之间的价差 假设 我只有三个月以后 原来是十块钱买的 三个月以后的 价格呢是二十 我一卖 又赚了十块钱吗 这是第二个 为了获得资本利得 接下来第三个 现在 假设我有十万块钱 我买股票 是为了赚钱 但是如果 如果说 我有十个亿 甚至一百个亿 我现在买股票 可能就不单纯的 为了赚钱了 假设我有一百个亿 对这个公司进行投资 买入这个公司的股票 请问 我的下一步准备干嘛呀 下一步准备要发言呢 下一步准备要坐在主席台呀 下一步准备控制这个企业 那么对于企业 买入其他公司的股票 很有可能 也是为了控制企业 据此呢 钱少 咱们就为了赚钱 钱多 咱们就为了发言 这是第三个 为控制其他企业 好了 这是持有目的的多元性 对于这些目的啊 都可以相互的一转换 下面 强流动性 对于 有价政策来说 它可以随时转换为现金 所以变现能力相对比较强 并且 持有目的 可以相互转换 看那么说了吗 如果说 我有十万块钱 买入这个公司的股票 最为主要的目的 收入了赚钱 那突然有一天 突然有一天 我家里面 突然告诉我 原来啊 我们家里面是亿万富翁 现在呢 有好几千亿 我现在拿出一百个亿 继续对这个公司进行投资 这时候 就从赚钱 变为了 要控制这个公司 从原来 想赚点小钱 改善生活 变为 现在我要发言 现在要做主席台啊 所以 持有目的 可以相互转换 下面 高风险性 股市有风险 投资需仅剩啊 这个股票的价格波动比较大 好 受公司风险 和市场风险的双重影响 看下面这要题 多项选择题 下列个选当中 属于证券资产特点的用 选A 可分割性 分割为 一股一股又一股 一份一份又一份 想B 高风险性 没问题 股市有风险 投资需谨慎 尤其是2022年 哎呦 这几个月来 我们对高风险性 那是感受的 非常非常的深刻呀 选C 强流动性 选D 持有目的的多元性 没问题 所以这要题的正确答案 应该是ABCD 四个选项 都应该选择 往下走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关于正确投资的目的 这一道正确投资的目的 刚才我们都谈到过一些 那现在呢 我们单独低流出来 单独来预分析 第一个目的 对企业来讲 可以分散资金的头像 降低投资风险 假设对这个企业来说 有一千万的资金 它的一个投资方向有很多 可以进行项目投资 也可以进行证券投资 即便是进行证券投资 也可以买入股票 公司债券 基金 即便是买股票 也各行各业的都可以买一些 即使呢 在进行投资的过程当中 我们可以选择不同的项目 可以选择不同的正确 这样可以降低企业的投资风险 分散了资金的头像 因为在我们的第二章曾经说过 分散投资可以降低风险嘛 这第一 第二 第二 利用闲置的资金 增加企业的收益 像刚才我举例 企业有了十万块钱 闲置的资金 那如果放在企业的保险位里面 没有收益 放在银行里面 收益率极低 那怎么办呢 怎么办 买个公司债券呗 买个理财产品呗 或者买个基金 或者买个股票呗 那增加企业的收益 第三个 稳定客户关系 保障生产经营 比如说 这个公司 阿斯麦 对这个公司来讲 生产光刻机 那么对这个公司 它的一个持股的股东 有哪些呢 有三星 有台积电 当然 还有高通 等等等等 你们一看 对于阿斯麦来说 生产出来的光刻机 它就必须提供给这些股东 那么我们国家的华为 就没有阿斯麦的股份 所以阿斯麦的光刻机 就不可能卖给华为 基于此 这不就是 如果他们之间有持股关系 就可以稳定客户关系 保证生产经营了 好 第四个 第四个 提高资产的流动性 增强存贷能力 对企业来说 假设现在有一千万 有两种不同的投资方式 第一个 进行项目投资 盖厂房买设备 交通生产线 第二个 买股项 对这两种不同的投资来说 前者流动性实在是太差 那么如果说 哪一天企业需要资金 这时候不能够快速的预计变现 但是如果买股项的话 就能够快速的预计变现 这样增强企业的存在能力 好了 这是证券投资的四个目的 第一 分散资金的头像 降低风险 第二 利用闲置资金增加收益 第三 稳定客户关系 保障生产经营 第四 提高资产的流动性 增强企业的藏债能力 看下面条题 单元第一 一般认为 企业利用闲置的资金 进行债券投资的主要目的是什么 一定注意 是闲置的资金 好了 闲置的资金 放在企业内部 那也是放啊 没有收益啊 怎么办 怎么办 进行证券投资 所以 闲置的资金的使用 这一定是 为了谋取投资收益 证券答案 选择选项A 好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第三个问题 证券资产投资的风险 这是一个小小的点 需要同学们有所关注 对于证券投资啊 这一道的风险 实际上分为两个部分 哪两个部分 来 给你们回答我 给你们 能不能抢答出来呀 那么谈到风险的问题 在前面的第二章的第二题 我们可是 大张旗鼓地谈风险了 我们说 对于股票的投资 有风险 这个风险呢 就分为了两大类 第一个呢 是系统风险 第二个呢 是非系统性风险 对吧 所以基于此 我们和第二章相结合 这一道证券投资 它的风险 以这两大类 对于系统性风险 影响所有的资产 非系统性风险呢 和个别资产相关 来 看下面这个表 好 系统性风险 有价格风险 再投资风险 购买力风险 对于非系统性风险 有违约风险 变现风险 破产风险 好了 首先我的第一个要求 非常重要的要求 哪些属于系统性风险 哪些又属于 非系统性风险 你要区分呢 好 如何区分 咱过一会儿再说 好 这是第一个要求 第二个要求 这些风险产生的原因 到底怎么样 首先我们看一下 价格风险 什么叫做价格风险 什么叫做价格风险 兄弟们 你买了股票 你最关心的是什么指标 最关心的是 这个股票的价格 到底是涨还是b 对吧 很关心股票的价格 并且我们有一个 基本的结论 股票的价格 和股票的价值之间 是有关系的 价格围绕价值 做上下波动 对吧 那现在我们看一下 这个价值 我们看一下价格风险 它的一个原因 说这个市场 利率上升 就会产生价格风险 你们想 对于价值来说 那是未来现金金流量的限制和 那么假设 未来的现金金流量保持不必 如果说市场利率上升 说明 你在计算限制的时候 这个责限率就上升 好 当责限率上升 请问同学们 限制是上升还是下降 限制 那自然是下降 是吧 责限率和限制 反向变动关系 既然限制下降 我们的价值就下降 价值下降 由此引起价格下降 所以价格风险 它的基本原因 是市场利率上升 使证券资产的价格 普遍下跌 这不是好事 是吧 你买个股票 买的时候是10块钱 那接下来 市场利率上升 导致它的价格变为了8块钱 它不赔了吗 这是价格风险 产生的原因 市场利率上升 下面再投资风险 注意 一定是再投资这个债 千万千万不要丢了 那么再投资风险 同学们一看 它的原因 市场利率下降 市场利率下降 为什么会产生再投资风险呢 给同学们再举个例子 比如说 现在买一个公司债券 对这个公司债券来讲 你非常喜欢 为啥 票灭利率 那可是10%啊 定期付息 倒计还本 每年支付利息 票灭利率10% 这样的公司债券 那真的是非常的棒 你现在投资 每一年能保证10%的收益率 那基本上不太可能 好了 对这个公司债券来讲 总共三年 三年期 好 接下来 公司债券发行以后 到了第二年 诶 市场利率就在下降 那么 相同的公司债券 很有可能呢 这场利率下降到了8% 到了第三年年末的时候 相同 类别的公司债券 利率降到了6% 请问 在第三年年末 你的心情怎么样 哎呀 在第三年年末 你的心情不太好 为啥呢 在第三年年末 对这个公司债券就到期了 到时候呢 把本金还给你 按面子把本金还给你 你再拿着这个本金 再去买相同税的公司债券 告诉你 没了 到时候 你还要进行公司债券的投资 那相同风险的公司债券 却只有6%的收益了 这就是再投资风险 是由于市场利率下降 造成无法通过再投资 而实现预期收益的可能性 前面三年啊 咱们笑呵呵 每年10% 那么三年一结束 10%这样的收益率 就向你说再见 这是再投资风险 接下来是购买力风险 购买力风险产生的原因 风化膨胀 啥叫购买力风险呢 那就是钱啊 越来越不值钱啊 钱 那是越来越毛了 去年100块钱 假设能买20斤大米 由于通过膨胀 今年的100块钱 最多只能买15斤大米 这不就是 100块钱它的购买力 在下降吗 购买力风险 由于通货膨胀所引起 当然对通货膨胀来说 有的时候 我们把它叫做 通货膨胀率的一种体现 我们国家正常的通货膨胀率呢 一般情况下 3% 4%左右 好了 给你们一看 系统性风险 你不管是市场利率 还是通货膨胀率 那都影响整个市场 都影响所有的资产 都影响所有的投资 好 系统性风险 那么 对系统性风险 产生的原因 稍微总结 那就是 都带一个利 前面两个市场利率 接下来通货膨胀 通货膨胀率 好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非系统性风险 那么涉及到 非系统性风险 那就是 和个别资产相关 和别的资产不相关 第一个是伪依 啥叫伪依 违反双方的约定 这又叫做违约呗 我们想想 公司债券 比如说 你买入公司债券 对方就跟你说 我定期付息 到期还本 这是我的法定义务 请你放心 好了 但是呢 到了期 没有付利息 到了期 没有还本金 这不就违反了 双方的约定吗 这就叫做违约风险 所以 证券资产的发行者 无法 按时兑付证券资产 利息 和产还本金的可能性 这是违约风险 说得好好的 啥时候付利息 付多少的利息 啥时候还本金 还多少的本金 那前期有约定 后期不这么办 违约 下面变现 证券资产持有者 无法在市场上 以正常的价格 平仓出货的可能性 这是变现 变现风险说的是 你资产拿在手里面 你不太容易变现 那不能变现的可能性 这种不确定性 这种波动性 就形成了风险碑 好了 在这个地方 你们要稍微注意下 有个前例条件 在市场上 不能以正常的价格 平常出货 那比如说 你现在有套房子 北京有套房 你说你想卖八百万 好 那你这个房啊 挂了两个月 无人本金 哎呀 你说这个房子的变现 实在是太麻烦了 这个变现风险很高 好 那现在我告诉你 你八百万卖不出去 那你用八万块钱卖 试一试 八万块钱一挂出去 我告诉你 一个小时之内 马上卖出去 当然 你如果要挂八万块钱 哎 你可以跟我打电话呀 好了 那请问 在这种情况下 那不也及时的 与你变现了吗 说明这个房产 不存在变现风险 对不对 不对 为啥 因为 你以八万块钱卖 不是以正常的价格来卖呀 你正常的市场价格 那是八百万 你就应该卖八百万了 所以变现风险 一定强调的是 无法在市场上 以正常的价格 平常收获的可能性 下面 破产风险 破产风险 这就是这个企业 到了最后呢 哎 可能面临破产的 这种概率 证券资产发言者 破产清算的时候 投资者无法 是会应该得到权的一种可能性 好 这是破产风险 违约 变现和破产 这都是非系统性风险 对于非系统性风险来说 我们稍微总结一下 这三种风险 都和发行者相关 你看 发行者有可能违约 发行者有可能违约 那么发行者 如果信誉不好的话 你手中的证券 你就无法卖出去 这不是变现吗 然后呢 发行者有可能破产 破产 好了 那么 这是我们设计的两大类风险 要继续区分 如何区分 来个记忆 下面这句话 用购买价格来进行再投资 用购买价格进行再投资 这是系统性风险 你看 价格风险 然后呢 购买利益风险 然后呢 再投资风险 是吧 用购买价格来再投资 这是系统性风险 那么 非系统性风险呢 变现违约 就会导致破产 你看 变现风险 违约风险 破产风险 好 继续区分 走 看下面的问题 下列关于风险的表述 不正确的是 想A 破产风险不属于 非系统性风险 破产风险 非系统性风险 想B 利率风险 属于系统风险 看同名看 市场利率上升 市场利率下降 都会导致一定的风险 市场利率上升 价格风险 市场利率下降 再投资风险 你甭管是价格风险 还是再投资风险 这不都属于系统风险呢 想B 认信 想C 违约风险 不属于系统风险 违约风险 属于 非系统性风险 所以选项C 正确 选项D 购买力风险 属于系统风险 购买力风险 当然属于系统性风险了 这次要提 正确答案 选A A的表述 是不正确的 往下走 看下面这道单选题 某公司预期未来的市场利率上升 而将闲置的资金 全部用于短期正确投资 而倒计的时候呢 市场利率 却大幅度的下降 这意味着 该公司的正确投资 出现了什么 好了 首先你一看 对于这道题目来讲 风险产生的原因 那是市场利率 既然如此 这一定属于系统性的风险 那下面选项D 变现风险 你就不要考虑了 因为变现风险 非系统性 那 要来 汇率 再投资 购买率 那到底是哪一个呢 诶 给我们再一下 在我们前面曾经谈到 如果说市场利率 大幅度的下跌 大幅度的下降 这时候 你就无法买到 诶 跟原来一样好的 这种有价证券了 即使 你拿回本金 再次进行投资的时候 就面临不确定性 至于这 应该选择的是 再投资风险 这和汇率 没有关系啊 这是利率引起的 和汇率没关系 所以这道题 证券答案 选B 行了 好 谈到这儿呢 我们的第一个诗点 关于证券投资的一些 基本理论 就到此结束 我们的重点 在关于风险的分门别类 风险的分门别类 需要同学们 有所关注 每年 基本上一道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证券答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证券答案 请不吝点赞 订阅